眼前这两位就是全国工业技艺竞赛金手奖第一名得主 是瑞芳高宫选手黄逸如和林恩平 展现彼此间的好默契 还有精准的计算和测量能力 打败众多好手勇夺金手奖 这也让两位自认不够聪明的选手感到格外开心 练的过程就每天都还是想放弃 但是老师什么 大家都还是很支持我们 所以就要坚持下去 就觉得比较值得了 因为练很久了 大家都练很久 就是有一点紧张了 因为看到各大强 二十几间很强的学校都是精英 然后跟他们对抗 而且说真的其实瑞公学生 没有说到很聪明 所以要比别人更努力 可是我自己是没有 不敢说我自己最认真 然后也谢谢两位指导老师 细心教导 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 一百一十二学年度 新北市瑞芳高宫参加全国工业类技艺竞赛 再创校时获奖人数新高 荣获两金手 十二优胜 而值得关注的是测量职种 报名参赛的空间测绘科 勇夺科史上首次双金手第一名 让人看见瑞芳高宫 技职培训的傲人成果 这两位选手的素质都很好 我觉得虽然他们在以前国中的时候 书念的不是挺好的 但是在我们瑞芳高宫空间测绘科的引导下 他慢慢对我们这个领域有兴趣 他们愿意跟上来 透过兴趣来引导他们的学习 所以他们其实把测量空间测绘的领域 学得蛮扎实的 才能在这一次的比赛得第一名 能够拿到全国的冠军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那还有很多的职种也拿到优胜 那像今年也有我们机器手臂 是新增加的职种 学生跟老师都是从零开始重新学习 一点一滴的累积 那能够拿到优胜我也觉得相当不容易 未来我们会更加的投入在专业技能的一个设备 让我们的学生能够获得最好的一个资源 瑞芳高宫校长表示 特别感谢学校所有指导老师 学生 科主任及实习处共同的努力 协助及付出 同时感谢家长会会长及荣誉会长 还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支持 在迎接90周年校庆到来前的此刻 与瑞芳高宫全体校友共同分享这份荣耀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